跟媽媽給我們留言喔 他們家的小孩很愛玩電腦喔 然後一天到晚沉迷於電腦前面 也不知道在做什麼東西 他想問一下我們的這個教育專家 有沒有人知道如何讓自己的小孩呢 可以學習一些有用的東西 玩電腦也是有用的東西啊 我小時候也很愛玩耶 但我覺得蠻有用的 對於訓練我們自己的這個頭腦的這個組織喔 那像這個部分呢 這個解答呢 我們call out小天使今天為大家找到 有個新朋友喔 這是我們Lancer快捷培訓的校長 Jeffrey劉劉劍鋒校長喔 來看看他是怎麼樣回答這個問題的 那因為劉校長呢 沒有辦法及時接聽我們的電話 所以call out小天使用錄音的方式 把他的答案錄下來 來幫我們做一個解答 我們一塊聽一下 我們這個快捷培訓 是怎麼樣解答這個問題的 這樣的情況其實蠻多的 我們這兒來了很多小孩子 大概他們喜歡整天玩電腦不喜歡學習 然後來到我們這兒之後呢 他就發現這個互聯網專家這個東西很好玩 首先呢這個呢他的工作性子呢就像 Hacker一樣可以登到設備上設計 維護這個網路 那我們說我們家裡有一個Router 那我們家的電腦呢是通過家裡的這個Router 路由器呢連到電信公司雲端的路由器上 就連到互聯網上了 那麼其實整個的全世界呢 是有70萬個比較大個的這個路由器 互相連起來 就像一張漁網似的把這個世界覆蓋了 那麼那互聯網專家幹的活呢 那就像Hacker一樣可以登到這些設備上 知道設備的地址 知道用户名知道密碼 就可以設計維護這個網路 那我們家 其實我們家那個大兒子 在高中的時候呢也是特別不喜歡學習 那麼我看他不學習 沒辦法 我就給他送到一個互聯網公司去上班 學網路技術 OK 等到我14年開學校的時候呢 他就在我們學校做陪練師 然後呢他通過學習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是動手的東西 特別好玩 然後他不愛學習呢 並不一定說他不愛動手 一般往往不愛學習的孩子動手能力特別強 然後他就把網路技術學會了 然後呢他一邊做陪練 突然間有一天到2018年 他就跟我說爸爸我要讀書 嗯 然後呢我就讓他去讀書 他一邊讀書一邊做陪練 然後2019年他拿到專家的執照 然後呢他現在讀書 去年的時候呢他把A social degree讀完了 那今年呢再有三四個月 可能他就會把Biter讀完了 那很高興的跟你們分享的是呢 那他現在已經在一家 一家上市公司上班 年薪十二萬五 同時他又在我們學校做老師 就是說一個孩子他不愛學習 你要用正確的方法去引導他 謝謝我們快學培訓的這個校長 Jeffrey劉校長 這經驗分享很多小孩子其實就愛玩 可是他沒有找到這個自己的成就感 像他就是因為變成一個專家 考到執照以後 反而就覺得有學習有成長很棒 所以他其他的科也跟著進步 好像我們小學課本不是有這樣的啊 就是講說這個環境好髒亂喔 插了一朵鮮花以後 大家開始就要把旁邊佈置的更漂亮 然後這個會影響周遭嘛 你自己的